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讲到 丈夫小哲隐瞒的妻子盈盈 把准备买车的钱借给了姐姐 更让盈盈无法接受的是 大姑姐一声不吭地搬进了自己的陪嫁房 盈盈认为丈夫和婆婆都过于偏袒姐姐 夫妻之间的婚姻岌岌可危 面对弟媳妇的质疑 姐姐李女士又会作何解释呢 有请小哲和姐姐 有请 李女士 来了 刚才我们电话沟通过了 知道来是做什么吗 拿话筒 都知道 现在弟弟求助我们 说是想挽回夫妻感情 但是经过我们了解之后发现 好像有很多事情跟你是绕不开干系的 现在你住哪儿 跟他俩一起 跟他俩一起 住一个房子吗 对 是这样吗 是吗 是吗 住在他俩的心房 还有啥说啥 说在他的心房 这个事 小哲是同意的 对 弟弟同意 弟媳妇同意吗 同意 你问过我吗 你问过我同意吗 李哲说可以的 不然我也不会去住啊 这就是问题了 小哲你说你没有给媳妇说 但是你让姐姐住进去了 我猜想姐姐可能的信息也会有误 不然姐姐也不会干这个事 这就是我帮姐姐来的原因 你跟姐姐怎么说的 我说 我大哥说我跟媳妇说了一声 他也同意了 你什么时候跟我说了 我说不是怕破坏你们俩关系吗 我怕破坏我们的关系 就是先斩后奏 就是直接告诉姐姐 我媳妇同意了 你可以去住是吗 是你的房子还是我的房子 那不是我们俩的房子 我们俩的房子 我们俩的房子 你是不是应该 最起码应该告诉我一声吧 不是 你已经不知道了 我要告诉你 你还会去住吗 那你 那你也不能瞒着我吧 李女士 你弟媳妇是真不知道 这 我们几位刚才都其实 已经非常理解 你弟弟的做法 因为你现在没有房子住 家里控制这套房子 本身没问题 但是这是夫妻俩之间的事情 且这套房子上 名字上写的是你弟媳妇 这个事从法上说 似乎欠缺点步骤 不是我非揪这个不放 这个你弟弟做得不漂亮 第二件事 你是不是前段时间 投资失败了 就是缺钱 现在要重新再来过 对 当时找弟弟借钱了 嗯 是 总共缺多少钱呀 五十 当时你找弟弟是借钱呢 还是找弟弟就借二十万 我当时因为确实没钱了嘛 然后问我弟借了二十 这个事情 弟弟有没有跟你说过 他也不知道 没有 所以弟弟告诉你的是什么 他就没有问什么说那么多了 你也没问吗 因为我 我是觉得 那他们两个夫妻 肯定是商量过的吧 你找弟弟借就相当于 找弟弟弟媳妇这个家借 而他拿出来就代表 这个家庭成员都知道 可是我跟你说 结果是弟弟擅自做主 这些事情他并不知道 弟弟刚才在舞台上 告诉我们的是 他觉得给在困境当中的姐姐 是没有任何问题 姐姐也说一年左右 能把这钱还上 到时候这个钱我有了 可是家里面需要 大哥开支的时候 你弟媳妇才发现 这钱不在了 我真的很心疼你 你不知情 你以为事情不是这个样子 你先坐这儿 如我针斩 好像被审判一样 这件事情其实跟你 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你却被动地 陷入到这个漩涡里面 现在他表示 在这个家里面 毫无安全感可言 你是当真问这样想的吗 你觉得他很无辜啊 你这么无辜地看我 你比他还无辜吗 他多大了 他三十岁了 他结过婚也离过婚 他受过很多生活的伤 是 那很悲惨 但他有怨恋啊 他懂人际关系吧 他对于弟弟完全地相信 完全地相信是吧 他认为弟弟就能够 搞定他的弟弟吗 你信这个话了 你还可怜他 他们 你们俩有微信没有 有 二十万不会问 住的房子不会问 不交流的 你信吗 所以这件事 之前两个人的感情 就已经存在裂痕了 就问就不会问吗 我起码的礼貌 我就算不问 行 我穿明白装糊涂 我要不要二十万拿了之后 我要不要说个感谢啊 谢谢你让我住的房子 谢谢你的这个钱 我要不要说个感谢啊 说了吗 他三十二十岁小姑娘不懂 三十岁不懂啊 你信吗 你说他无辜啊 是你无辜吗 可能吗 什么年代了 信息沟通不方便啊 要书信往来啊 一个电话 一个短信 都能确认的事情啊 我不用确认 我能不能直接表示感谢啊 有没有这个礼貌呢 你今天给我送 你今天你说你老婆 你们家一块 给我送来了 就一箱水果 是吧 两箱橘子 我会不会给你爱人的时候 说一声 谢谢你们两头给的东西啊 我都会说嘛 表示一个礼尚往来 感谢嘛 对不对 我也有你爱人的威胁 你有我爱人的威胁 我们送你的东西的时候 你会不会对他表示一下感谢 不光要谢我 你觉得是我们共有的 你懂不懂这个礼貌吗 十个人都懂吧 而且一箱橘子值多少钱 高档橘子五百块钱 那是二十万 那是一个房子 他不懂啊 你替他找吧呢 所以这个事情 我觉得咱们没有必要在这绕 好不好 有了困难行 有困难就解决困难 你去替他找吧 这个东西有意义吗 姐姐说不知道 装的一两无辜子 干嘛呢 姐姐弟弟一个被一个会装 这干嘛呢 没必要装嘛 住了受他的好 受到恩惠 受着恩惠不丢人 但是你要 你穿着明白装骨头 拿你了 没拿没吃啊 这个不对了 别在这无辜 咱有什么可无辜的呀 来这个场景 我再不记说 弟弟刚才去接的 你给你打电话 从门口接你过来 没跟你说怎么回事吗 演得真像 我就为他们的演技折服 你竟然真信了 你的婚姻呀 你的生活可能都很不幸 但是无论如何 你弟弟给你的馈赠 也许你可以不说个谢谢 但是这个馈赠 有一半是他的 你不知道吗 你连一句谢谢都不说 你们俩有联系方式啊 你为什么不说一句话 你为什么不能表示一次感谢呢 你在逃避啊 好像我没有说 就是我不知道 就像你今天表示 我不知道 这是我弟给我 不是你给我 我不知道 那他俩住的那个房子 是不是他的 你总知道吧 结婚的时候 你总知道吧 你住几个月了 你一句声都不吭 你俩就没联系过 你可能不知道吗 这也是我们 积怨已久的一个原因之一 所以吗 就在这对这个谜 积怨已久 行了 骂出来 我根本就不觉得 他们可能会不知道 对呀 就积怨已久就骂出来 那我不要 我积怨已久 我住着我仇人的 吃着我仇人的 花着我仇人的 我还不跟他说 你这个叫什么有底气 有底气不要呗 我租房子住吗 我总有办法的呀 对不对 你把他俩让他俩回家住 你跟妈妈住一块 怎么不能住 这不都是办法呢 我身份都想 你不知道他们在上班 在东区 住在西江吗 林女士 明白了吗 作为一个成年人 我们都知道 这件事情做得有钱妥 听你弟弟说 你现在是离了婚了 对 然后投资好像也失败了 生意好像也不行 到底是什么 就是我跟我弟 我俩小肉片不是很好 然后我上高中 没上完的时候 我就辍学去打工了 那时候我弟才初中 然后后来就是 因为一个女孩 对吧 人处外地 也不是很好混 但是后来去了 一个厂里上班 然后就认识了 孩子爹 然后大概接触下来之后 觉得他这个人挺好的 而且当时孩子爹 特别老实 对我也特别好 然后大概就是 二十二十一的时候 然后我们两个 就是结婚 然后有了孩子嘛 有了孩子之后 然后就有一次 偶然机会 老家就是拆了 老家拆了 然后就是赔了 我们几套房子 然后还赔了几百万块钱 一下子从一个打工位 变成了一个 原谅我说 父婆这个 这个插二代 对 就差不多这意思吧 然后就是我跟我 那个孩儿的爹嘛 我俩也就辞职了 不再干了 当然 然后因为有房子嘛 所以就是靠收租 然后来维持家计 但是 我不晚没有想到 孩儿的爹 最后 就是因为突然一下 有钱了 他飞到天上去的 那种感觉 然后他不知道 在哪儿认识一旁 护棚狗友 然后就带着他 整天花天就地 甚至还染上了 很多不良嗜好 他最后 他最后把家里 都给挥霍了 你知道吗 拆迁款都挥霍了 对 几百万的拆迁款 他全挥霍了 我都不知道 他在外面干什么 最后没有办法了 孩子也有了 对不对 然后最后为了要去 就是他在外面 欠了钱 我们房子都卖了 最后剩一套房子了 别着急 他是干什么了 他能把拆迁款 给挥霍完 然后还欠了钱 而且你们那几套房子 他要卖掉 那感觉都不是 几百万的事了 就我压根就不知道 在外面干什么 他是赌了吗 还是大赌 他都没有告诉过我 当我知道的时候 那几百万块钱的现金 都已经没有了 当时是个什么情况 是债主都往家里 拥了吗 都那种情况 打电话都打爆了吧 我猜想 而且他甚至 他消失了一段 我就不知道 到后面没有办法了 他还跑路了 那人家追追家里怎么办 你孤儿寡母的 你们俩单独在家里面 为他承担这一切 你当时都已经那样 你能怎么办 我肯定要跟孩子 找得想对不对 然后我就把房子卖了 卖的当时就剩一套了 没有办法了 但是为了就是 维持这个家 我当时就是想着 要不剩仅有的这点钱 做点生意吧 那个时候 你跟你前夫已经离婚了 还没有 因为为了孩子 不可能说 说离就离了对不对 帮他把账还完了 对 然后呢 然后当时也就是 咨询了一些之前 就是厂里的朋友啊 还有什么的 问了一下他们的意见 他们就告诉我 就是现在可能开民宿 就旅游 这个行业比较发达嘛 然后当时就选择在云南 就是投了个民宿 有这也不少钱啊 但是 租了一个地方 大概就是五年十年租期 这一下花了不少 我们把最后所有的积蓄 都压到这个上面了 借钱了吧 那肯定是借了 结果呢 其实这个民宿刚开始 还有起色 它还挺好的 然后 就是在我跟孩子 他爹都觉得 一切然后往好的方法 就发展了 说明有这个 回去选了余地的时候 疫情来了 后来呢 因为债还不上 然后也有人过来 一直闹 这家根本就没有办法过了 后来没有办法 选择离婚了 这个离婚 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 就你离多久呢 去年输在粉里 孩子归谁 跟他 所以现在你几乎是一个人 这些事小时候都知道 我都知道 我听着她说 她的前夫 已经做错了事情 对吧 然后把家里败光了 然后现在 就要牺牲我的幸福 来填她这个窟窿 我真的觉得很不公平 不是 盈盈 为什么要说牺牲你的幸福呢 因为我们两个 是我们对你不好吗 还是怎么了 我们两个已经 因为你的事情 闹到了离婚这一步 你还觉得 不算牺牲我的幸福 我说了我之前我不知道 我以为你们两个 已经是协商好的呢 你可真的是个老好人 你对你的前夫是真的 把家里都赔干净了 还要帮他还债 还要难 还要难我 这事不要再说了好吗 为什么不要再说了 不是盈盈 我现在不知道 你是什么意思 是我们李嘉对你不好了 还是我这个姐姐对不起你了 我都已经这样了 你还要对我落井下石吗 你这不是 我到底是没点对不起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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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错什么了 那我做错什么了 这又不是我欠的债 这又不是我欠的债 为什么要我来替你还啊 为什么要我来替你还啊 你为什么要拿我跟我 我跟我丈夫这么多年的积蓄 为什么要住我的房子 我没有拿你 你可以有一段失败的婚姻 那不应该由我来买单 我没有让你买单 你确实拿了 他也买单了 这二十万干什么呢 是民宿就是二十万吗 不是 我跟我弟有说过 就是现在疫情不是好转了吗 我想说就是 借他点钱再重新说做个生意 而且我那个生意已经是考察好的 我就想让生意起来了是吧 改变一下现状 然后我也不用说再在 他们那个新房子住了 我自己是不是 我自己也可以去翻身了 这二十万 而且这个钱也是要还的 我没说不还 要还 这二十万用来干什么呢 小哲你知道吗 最开始你给我说的事你不知道 李女士你没有给弟弟说过 因为我觉得生意的事情 我弟也不懂 他具有知情权 你也应该有告知的义务 因为你弟弟背后还有一个弟媳妇 你不能想当然的就把认为你弟弟代表他这个家庭 好你现在告诉我们也通常你弟媳妇也听着呢 是个什么样的生意啊 需要五十万 就是一个现在比较火的那种网红餐饮店 哎呦我的天哪 网红餐饮店 一会儿崔老师得好好地说一下啊 网红餐饮店确实很多 倒闭的也很多呀 疫情的原因啊 你在疫情上已经是塞了个跟头的 对 又是跟服务行业有关的 你怎么还敢往里去跳呢 就是因为我之前栽过跟头 所以我这个考察很清楚我才有了这个决心 再加上现在确实压力很大 我弟弟还有营这边都是压力 所以我才说急于去翻这个身 你这次你考察好了 我考察好了 即便是疫情可能再反复这个事情 你觉得营面可能性很大 对 因为餐饮这个行业就是 你人再怎么样 你这吃是肯定要吃的 而且疫情后大家餐饮都在做外卖呀 这些外卖实体我觉得是可以的呀 现在这个店到什么程度了 就是我已经去看过了 而且我已经给人家交过定金了 现在正在选纸 纸 现在只选纸 对 在选地址 所以这个那交定金哪来的 你这是一个加盟店 对 连锁的 你给总部已经交了定金 现在在选纸 总部会帮你来扶持你的前期的经营 对 对 你对这个营面看样子是很大的 所以这件事情 你跟小哲借着二十万的时候 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还 我说了就一年左右吧 一年左右 这是你考虑到这个网红店 到时候它是有收益 且是正常收益的情况下 对 有没有考虑过真的有可能 万一啊 请原谅我嘴臭啊 万一又因为各方面的原因 这店亏了呢 这五十万又打了水漂了 你怎么向弟弟交代 弟弟说没事 姐 你是我最亲的人 这话刚才我听了好多遍了 这钱不要紧 有的倒是什么 什么时候给都行 没有了 拉倒 那弟弟帮你的 弟媳妇怎么办 说到这儿说完了 你觉得你听完了这些 你本应该知道 但是现在才知道的理由之后 你觉得这二十万该给吗 我听完之后 我觉得说句可能是我太心愣 冷血的话 我觉得我听完之后更委屈了 我觉得不管是姐姐一开始 做的这些事情都没有告诉我 我爱人 还是我爱人没有告诉我之外 这一家不就是在连环骗吗 为什么说是骗呢 你不觉得他做这些事情 你为了不能同情一点 到现在你还在这样说吗 我和你结婚 我不管是钱还是房 全部都被一个 说句不好听的 跟我不相干的人 给占用着 你竟然还可以说我不同情 这不叫占用 我还需要怎么同情 这些都在这儿 都可以给你 也都是我们的 但只是姐姐现在 已经到这个程度 你就不能帮一把吗 李女士 你跟你弟媳妇之间的感情 好像在一年两年之前 就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吧 一般 盈盈你感觉你这个大姑姐 你是一般吗 我并不觉得一般 那是什么 在家里帮着妈指责我 啥也不干的是她 我跟我爱人出现矛盾的时候 很多问题是因她而起的 我不说她在中间煽风点火 从来不会为了我们的感情更好 而去做一些努力 而且永远都会 永远都会 在帮着婆家指责我 我并不觉得我们关系是一般 所以不是一般 是很糟糕 正因为糟糕 她不会给你发这个信息 正因为糟糕 即便她发给你一个信息 或者你的丈夫告诉你这件事 即便你知道她的因为她难 这件事情你依然会选择不帮她 因为平常她就没有帮过你 对吗 对 盈盈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啊 你们两个感情之间 你想问你自己的问题吗 你们两个平时怎么过的 你们有好好沟通吗 你是什么话都不说 什么话都憋在心里 你是什么话都不说 什么话都憋在心里 你现在怪我弟了 我弟对你什么样 你心里不清楚吗 我们两个什么问题 我们两个有多少问题 你加在中间 不是因为你 不是因为妈向着你 不是因为你 从来没有为我考虑过 我怎么没有为你考虑过 我就是因为为你考虑过 现在才急需去创业 急需要翻身 急需去拯救咱们家 你可真是会说呀 姐姐 你现在创业为了帮你前夫还钱 成为我考虑 你可真会讲 你拿着我的钱 站着我的房子 创业为我考虑 我之前我不知道 你们两个是怎么商量的 那你有 你觉得这件事情 我们这么大的人了 你站着我的房子 拿着我们的钱 这件事情 不应该问一下我吗 最少你有向我表示过感谢吗 你有说过 事后有表示过一句话吗 我说过了 我再说一遍 我不知道你们到底 中间有什么矛盾 而且你刚刚那样说我 我怎么就挑拨理解你们了 是吗 你们两个感情 我除了这边帮你维护 你知道吗 我说了多少 你好听的话你知道吗 妈在家平时怎么对你的 你不知道吗 有让你做过饭 有让你碰我那扫巴条路吗 有吗 好 是没有让我做过什么 表面上表面上维护着一家人的得体 实际上背后怎么说的我 说我好吃胆坐 说我在家只躺着什么都不干 说我没有一个媳妇 应该有那种贤惠 是吗 大家你们的心里 不就是这么想的吗 那你在家 你在家你动了吗 你对我弟也是 招之起来挥之去去 我弟对你够好了吧 好意思说这些吗 我没有动你动了吗 意思就是我妈疼我们就不对是吗 我可从来没有过这个意思 那你刚刚说的什么意思呀 你弟在家做不做家务干不干活 我平时就是你们觉得 现在不是 现在是考虑你们两个的感情好吗 你现在是给咱妈扯出来怎么回事 因为妈怎么你了你扯她 妈处处维护着你 维护着维护着维护着你弟 我觉得我在家里并没有被维护 那我的妻妈维护我们怎么了 没有维护你吗 没有 你装修的时候 妈不是跑前跑后吗 那是为了什么 你在家的时候 你吃喝住你的打扰威征 妈没过来吗 没有帮忙吗 妈为我的房子 跑前跑后的时候 我还真的很感动 我当时还觉得 我觉得妈确实做得好 后来我一想 原来妈可能是为了让你住进去 再做铺垫呀 害怕到时候开这个 可我不同意吧 娘娘 你不觉得你这种想法很自私吗 你觉得我们什么都没有跟你说 那这不是你自己的想法吗 我自私 你说我们没有把你当一家人 那你把我们当一家人了吗 你这个想法 又把我们当一家人吗 我自私 你不自私 你拿着妈的退休金 妈的退休金从来当作 资助你生活的一部分 对吗 你拿着问心无愧 你有为妈想过吗 妈一把年纪了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这笔钱应该已被不时秩序 我现在怎样一个情况 你不是也 你也不是不知道 对不对 那妈看不下去 她心疼我 她给我救济一点怎么了 你如果不是盯着妈这点钱 你会再扔盘收获吗 你什么意思呀现在 我从来都没有涂着妈的钱 我只是觉得妈也上了年纪了 这笔钱应该留着应该存起来 我是不是说我说我要创业 创业之后挣钱了 钱就补回来了 对不对 当时大家日子都好过了 但是你拿着妈的钱 理所当然的样子 我真的看着觉得 我怎么就理所当然了 我妈心疼我 我就理所当然了 我看是不是你有什么私心呀现在 张口妈的钱 妈的钱 你什么意思呀 你是惦记着妈的钱了是吗 你这样的这笔钱 有为你弟考虑过吗 同样都是 同样都是 妈这个钱是经过我同意给我姐的 那你就这么无私呗 那想起来就是不管是你还是妈 就事实向上咱姐呗 也不是这样说吧 妈平常也没少给你钱吧 什么姐现在遇到的问题 你帮帮她怎么了 我跟你说盈盈 你之前没有跟她好的时候 家里事情你不知道 我们之前不是这样的情况了 你知道吗 我之前有钱的时候 我根本没有向家里要过一分钱 但是你那时候我并没有见过呀 我现在看到我只有 对呀 你没有见过 所以说你不能去评判 对不对 可是我现在 嫁到家里来的直观感受 就是我的权力被侵犯了 你让我怎么去了解 我之前没有所经历过的事情 我怎么知道 姐没有出事之前 妈对你多好你不知道吗 妈把所有钱都给了你 连我们俩都没有 你不知道吗 是 所以现在我就应该 把我嫁到这个家里来的 所有东西全部都让出去对吗 没有说让你让出去 只是姐现在有困难 你帮他一下又怎么了 这个恩就必须要我现在报是吗 就是我可以不考虑我现在在备院 我们都是一家人 没有报恩不报恩这一说 只是帮一下姐 暂时帮一下又怎么了 帮不到我连我自己的生活都可以 没有保障 我在这个家庭安全感都可以不要了是吗 我就是为了你们这个家做牺牲 就是来 妈怎么对你了 从你俩在一起的时候 对你不好吗 亏待你了吗 我说了之前我们的情况你不知道 但是你对我做的评论可以 是 我现在是落魄了 所以怎么了 所以你现在要对我落井下石 还是你看不起我 你觉得我现在坐在你们的新家 是个累赘是吗 你现在要赶我走是吗 我是怎么了 我是对这个家不好了 我对这个家没有付出了 我说了我只是说现在 我现在不好了 但等我好了 说我这个钱是不是就还回去了 大家日子是不是就好过了呢 我把你们当一家人 你把我们当一家人了吗 但是凭什么要让我等你这几年啊 我有几年的时间可以等啊 你刚才都说了 妈年纪大了 那你呢 你有在家分担过妈的一丝一毫吗 弟弟妈嫂 脱姐是妈脱 衣服什么都是妈做 你分担了吗 你好吃懒做 你现在说我 你有尽到我儿媳妇的责任吗 你说我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你根本就不懂 是因为 我不懂 你懂我吗 我不懂 我也只看到了你 你没有做的这些东西 我不做是因为我希望 我希望李哲可以来跟我一起分担 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 承担一个家庭责任 他应该做的事情 可是每当我把这些问题 抛出来的时候 妈都会维护他 妈不让他做 我也没有达到我的效果 你们看来就是觉得我好吃难做 可是你现在说我好吃难做 你好意思吗 你做了吗 你不写 妈心里头不心吗 妈让我心想又怎么了 那你能拿过吧 妈妈是不是心疼你 不让你干 妈还不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好 自己再默默付出这些 你呢 你能不能懂点事啊 好好两边两边不要再吵了 不要再吵了 我给他们时间 让他们去努力去沟通 我也想看看他们平常在家里是怎么沟通的 结果我看到的结果一地鸡毛 一团乱残 什么事 我这会儿想想想想想想 想帮助他们来总结啊 刚才他们说了什么事 我突然发现我作为一个几十年的主持人 我的总结能力此时此刻 怎么变得那么的拙劣 我一点都总结不出来 到底是什么事 没有事情 你不仁不义 冷酷无情 你不仁不义 冷酷无情 就这 没了 这两个女人就吵了吵就这样 所以没有事情 只有情绪 有事啊 不绕开啊 不说啊 这不刚才还在这儿表演呢 还说那个什么不知道的吗 你跟你说啊 是这样赢了你啊 我不知道你爱他爱得有多深 我父母的态度 我父母拿出来这么大一套房子 让我们来住的态度 就可以看得出来我对他的爱有多深 那现在呢 可能我对他的爱也没有变 但是更多的是失望吧 你这个女孩子让我听起来就是很纯凉 如果是我啊 或者是我们在台上曾经的过往的经验 就离吧 别过了 这房子就是你的了吗 离完就是房子自己归自己的 城归城 土归土 就是人家家姐妹情深 她就情深嘛 就是你们道德高尚 那就我玩不了 我这个揉 我就走 但是呢 我记得一个小时之前 我还听你在讲到 我们还在备孕境段 就还能讲到备孕 你还想给他生孩子的时候 你清清楚啊 你有这个孩子哦 你生完这个孩子 那就是姑姑了 大姑在这儿 准备好这个姑姑了吗 这姑姑反正在这儿啊 姑表亲 姑表亲 打断骨头连着筋 你来不来 要不要让孩子叫姑姑 所以其实这个主动权在你啊 就不在他们 他们的解释今天 就是彻底这个 失败 在我这儿 我失败 我一句都听不下去 你也听不下去吧 这解释很苍白嘛 那所以就是 来吧 过不过 就在你这儿 我觉得他们的态度 大家有目共睹 你不用讲大家 我们都不跟他过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也没听过他唱歌 我们真跟我不关的 我只是把这事摆出来 就是你生孩子这就是大姑 你要不要来 还要不要跟他过 不过 不过 过 没法过 不是我不想过 是没法过 盈盈 其实有个事 我一直真的不想说 闹到今天这样的 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我们家以前的事 我现在都告诉你可以吗 你还有事瞒着你媳妇 你跟你姐那点 陈田就是事 我听了一万遍 我看了了 盈盈确实一直不欢迎我 我就是你们两个之间 最大的矛盾 我现在走可以吗 不是这样的事 不是 我走 把房子疼出来的事情 就解决了 你们两个不至于 去那儿离婚案对不对 你是我弟我疼你 我可能会让你去跟你媳妇离婚吗 你又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姐姐让我把话说完 你说 那时候姐姐学习好 我学习不好 但是她为了我 你知道 她为什么去厂里吗 那时候所有老师都来劝她 爸也去世了早 没有人管我们两个呀 她为了我 她去厂里打那份工 把钱都给我 她为了我的梦想 我想去唱歌 她 她累成那样 她也要去挣钱 去给我买吉他 这件事 你说我怎么能不去帮她呢 可是你也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呀 小哲我要没理解错 没听错 姐姐辍学是因为你 她那种本可以考一个很好的高中 上一个很好的大学 然后过着她自己想要的生活 最后为了我去打工了 然后打着工挣的钱 还给你买的东西 她自己吃的 我那天去看她了 她自己吃的并不好 她每次都告诉我她吃的很好 在工厂里过得也很好 所以把多的钱给我 我才会有了后来 唱歌那么好 有那么好的吉他 让我去展示 甚至让我去组乐队 这些都是用她的钱来的 在你姐姐不富裕的时候 她自己吃康厌菜 把钱都留给你 不是为了你让你吃好 而是为了让你在吃好之余 能完成自己的梦想 这梦想有关于学业的 也有关于爱好的 你才会在姐姐落魄和需要的时候 义无反顾地去支持她 即便这个支持 会让你失去你最心爱的你的妻子 即便这个支持得不到你家人的同意 你也会用隐瞒 不告知 武断的方式 去为姐姐做出这些 因为姐姐曾经为你做出的更多 为了弟弟放弃学业 甚至把自己打工挣的钱 在没有任何人强迫的情况下 寄给了那个还在上学的弟弟 让弟弟完成梦想 这不见得是每一个姐姐都能做到 我此时此刻才真正的 有那么一点点的理解了 不管盈盈说什么 小哲都会说那句话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哪 崔老师呢 此时此刻你怎么想 你还会认为我很幼稚 还会认为我 似乎在这一刻又变傻了吗 有点吧 还是有点 成归头 成归成土归 一马是一马 你爱姐姐怎么爱 拿命给没问题 跟她没关系 但是有一个前提哦 如果现在盈盈听完了这些故事 我愿意 我都给她 你的姐就是我的亲姐 来吧 都给你 没有姐就没有我老公 这没问题 解大欢喜 我在旁边感谢 我感激这个人性的光辉 照耀了我毕子的心灵 但是如果只要盈盈在这儿还有一句 那是你的事 我的房子还是要我要 我的幸福不能让你来买单 那只要有这一句话 姐弟俩无论如何 欠盈盈一个道歉 无论如何 都不能理直气壮地在这儿 跟他去再讲什么道理 我们都应该低着头说一句 谢谢 尤其是姐姐要说 谢谢 钱我用了 谢谢 房子我住了三月了 谢谢 情感归情感 道歉会道理 缘缘 对不起 哎呀 三年四年孤嫂之间 这句谢谢啊 这句对不起啊 好难耳朵啊 这难得 但是这个事还是要盈盈盈的表态 主动全在擦这儿 又多了一些新的信息 但是我们不要倒到旁边 对 日子是自己过的 就盈盈你自己来主宰你自己的使命 是吧 你自己的命运你自己来主宰 我们听到了这样的故事 行 我们很感动 我们感动姐妹情深 我也感动姐弟情深 她们的苦难我也 我也没法感同身受 我只是说她们很不简单 我不是说冷血啊 确实我没有办法感同身受 这不是我的事儿 我觉得不容易 我感动于她们的姐弟情深 但是我不感动于她们做的 对于盈盈造成的伤害 她俩哭了 是吧 两个人很痛苦哭了 不是说谁哭谁有理 好不好 这个消费苦难 消费痛苦 然后博得同情 这个姐姐其实很硬朗的人 她也不希望如此 她也不希望她会用她的哭来代表你 就是换取你对她的同情 姐姐不是这样的人 对不对 有一说一只是情感到了 可能自己流眼泪 但我们拿着哭去讲理 这个是小朋友的做法 你该怎么选择怎么选择 好不好 事儿还是事儿 不是说今天哭一场以后就 日子皆大欢喜了 我们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没那么容易 对不对 隔阂放在那儿 有一点我提醒你一下啊 姐姐这个人是一个爽朗的人 是大开大和的人 跟大开大和人打交道可能会很爽 但是也同样 她就能拿了你的钱都不打招呼 这都是大开大和 她之前和她的那个前夫 也是大开大和之人 这个人可能今天我们看到这个人 就是一把赌输了或者玩了输了几百万 也许人也能挣几百万呢 我没看到那个时候 很多富贵的人也就是一把赌对了 做生意做对了 她也没有说很多的思考 我可能就赚到钱了 所以富贵啊富贵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嘛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都不一定 你来看 人的这个 你今天遇到了她的这个是正面 我们还要看到她的反面 就阴阳两面嘛 她的姐夫她和她离婚了 她重情重义啊 她到最后这个离了婚了 还保她的姐夫呢 还保她的前夫呢 还希望能不能帮她还债呢 今年一投 在这个丽江投客栈 云南投客栈又投几百万 现在以后还敢这个疫情逆势往上投资 我们说商业上来讲 我不讲 我没有这个本事 那谁知道 这都是一线间的事 有可能疫情光今年就结束了 人家可能明年就 就回来了 峰会路转 也有可能继续下去 这个赔得血本无归 就像我们认识的大多数餐饮同行一样 赔得血本无归 都不一定 但是这是个大开大合的人 鲜眼不太多 但是对于你造成的影响 对于你的婚姻造成的这个影响 这个是显而易见 而且已经是既定事实了 你要不要继续 还是得你来看 我们没有办 我没有办法给你更多的意见 我只能帮你多分析大建议 不是一个内在的恶人 但是做事 确实比较爽了 好 感谢崔老师的建议 刚才小哲和姐姐 都说了对不起 也说了谢谢 你们夫妻俩之间本身没有太大的问题 问题就出在于小哲对于姐姐这种情愫 我们全都听完了 我们认为挺合理甚至挺感动 甚至让很冷酷无情的崔老师 在最后这段时间似乎也没有那么直白地表示 冷酷无情 这证明小哲你有你的道理和原因 但是听完大家的分享 你也能明白这个做的确实过于武断 那么未来呢 未来我们是否还要这样呢 未来是否当姐姐遇到问题以后 你还要无条件地去帮助 而不给你的妻子说呢 这点很重要 做姐姐我可以先表态 因为我今天来本来其实也是求 就是弟媳妻俩好 所以我才会来到这个现场 然后来了之后我发现好多我不知道的事情 现在都说开了 那既然他们两个闹到现在这个地步 是因为我 那我觉得我愿意我先让出这一步 对吧 我可以先让出 比如说我确实借我弟20万 我可以先退步给你们 是真的吗 真的 这钱倒是再找别人去 就是我现在关于他们两个感情这个 我觉得由于我的话 我觉得我必须要先做第一步 我要先迈出第一步 去让他们两个和解 我觉得这也是我一个就是 当姐姐应该做的 所以哪怕因为这20万这个生意不做 但是都没有弟弟弟媳妇的爱情和婚姻更重要 对 好 因为我刚才听到了 他们两个是要备孕吗 那如果说备孕 然后以后有小孩 小孩也是我自己亲的对不对 我肯定也不会去辜负他们 所以我还是以我弟弟的幸福为主 然后还有就是房子的问题 我没有想到就是会闹到如此的地步 如果说他们两个现在备孕的话 我可以从那个房子搬出去盈盈 我可以就是回去跟我妈一起住 你说你是可以出于自己租房子 对 我可以 我当时一直就是不想在娘家待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30岁的人了 女的在家里待着 那私房接邻的说话不好听 我不想听 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 会影响到我弟他们两个之间的幸福 所以如果说已经到这个地步了 我觉得我愿意做第一个让步的人 姐姐说得真好 我觉得这才是一个良性的沟通 小哲呢 我觉得这些问题我们都可以去商量去解决 但是我们还是要走下去的对吧 所以小哲以后是会跟自己的妻子商量对吗 经过这些事情 以后所有的事情我肯定要 多些要跟她沟通 去解决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 它就不是一个问题 我们去沟通一下就好了 你以后这种东西我会告诉你 去征求你的同意 你是那个把握权 好 事情似乎 当我往左边看的时候 听到了积极的一面 在右边这边 我不知道会得到怎样的回应 当然 这是我粗浅的观点 我认为他们之间是没有太大的问题 只是一个沟通 三位老师怎么看呢 你们的观点和意见很重要 问题是有 但问题不是他们之间的问题 是我们作为人 本身就存在的问题 就是随着我们的成长 我们是一个逐渐失去自我的过程 记住是逐渐失去自我 而不是逐渐找到自我 小哲在成家之前 他是一个大学生 他是姐姐的弟弟 是母亲的儿子 他有这两种身份 可是你跟影影相识 恋爱结婚之后 你多了一种身份 你是影影的丈夫 如果你们被孕之后生了小孩 你还可能是孩子的父亲 你会有更多的身份加持 我们每个人在成长 身上都会被分裂 分割出来各种各样的身份 那小哲在今天这种事情里面 你把自己的身份单一化了 你只看到了自己是姐姐的弟弟 所以当你一直在跟影影駁斥 当影影说你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小哲永远不知 我们是一家人啊 考虑这么多 你说了一家人 你只点名了自己的一个身份 因为我是姐姐的弟弟 姐姐帮过我 所以弟弟要报恩 但小哲 你对面做的是影影 你把自己的全部 都变成了弟弟 你已经没有丈夫的身份了 而影影现在百般呼唤的 也就是说 你是她的弟弟没错 但你也是我的丈夫 请你考虑夫妻当中 作为丈夫应该考虑的事情 所以小哲她所做的这些 无非是把自己身份又单一化了 只是做了弟弟 那同时对影影呢 我知道现在影影很为难 又是一个道德两难的局面 答应了的话觉得自己的利益受损 不答应的话害怕被骂作恶人 没有同情心 影影这件事情 我作为一个咨询师 给你一个非常客观的角度 你可以理解她们的姐弟情深 而且如你所说 你的丈夫前十几年 前几十年的成长环境 你未曾参与 后面你才是一个参与者 是一个共同创造者 前面的历史和人生 对于成就今天的小哲而言 至关重要 她也许吃了很多的苦 她也许是后面有着姐姐 无数的付出和牺牲 她才能走到你面前 成就了今天的她 而你享受了这个成果 却不能够去体会她过去的艰辛 这不是你的错 这是时间的错 因为她不可能逆转 你面对的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话题 但是既然她送到了你的面前 我们需要看到她背后 拖着她长长的生命线 这个线的后面 有她的母亲 有她早已逝去的父亲 有她的家庭 有这个前面你争吵过的姐姐 而那些你未曾参与 你说不了 所以现在今天她所造成的一些局面 你可以理解 可以理解她的付出 可以理解她众多角色 在她体内反复地发酵 最后一个个跑了出来 你说你没有办法 接受可以 所以给你的一个建议就是 请理解今天她的思想 她的作为背后有她的原因 但是你可以选择不接受 你也可以选择接受 因为理解是我们作为人 作为一个家庭 或者作为情感动物之间互通的部分 但是接不接受 取决于我们作为自己利益的判断者 所以不需要给自己太多的 道德感的压力 遵从自己的内心即可 好 谢谢曹老师 谢律师呢 小哲是爱弹琴 弹吉他 是吧 我们弹吉他的时候 调弦的时候啊 这个只要两根弦的这个音高在一致的时候 它会引起一种现象就是共鸣 当你拨动另外一根弦 另外一根弦它会跟着它一块的共鸣 我们人的心弦也一样 我们在遇到真挚的这段情感的告白之后 我们的心弦也一样的会共鸣 是吧 就像你刚才 一段真挚的情感的告白 似乎已经把这么多的矛盾就解开了 我们似乎都忘记了那么多的矛盾 再配合着这一段舒缓的音乐 是吧 所以说呢 这就是一种沟通 那么在这种沟通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都有一种沟通的拖延症 人总是有沟通的拖延症 我们因为沟通也是一种很累的活 是吧 这个你沟通嘛就要去说服别人 去接受你的一个观点 这个过程是很累的 在你遇到不得不沟通的时候 你会马上地进入到沟通状态 比如说你在路上车追尾了 碰到了别人的车 你必须要下车沟通 你不得不下去沟通 虽然也很累是吧 但是你必须要去做这件事 否则的话人家不让你走 但是在面对家人的时候 我们往往有时候会觉得 他是我老婆 这个事我过两天跟他说 我先做决定 他会理解我的 或者是这个她是我妈 我就不跟他说了 他也会理解 我们就会陷入到这种沟通的拖延症当中 那么最终问题出来的时候 当你再去沟通可能就会很难 所以说呢我觉得 在必要的该沟通的时候 我们一定不能去揽 尤其是家人之间的 王老师 在家人 儿女和夫妻 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呢 我们给他排个序 每个人相信每个人 对这个排序的答案 理解的都不一样 但实际上为了家庭的和谐 夫妻一定是排在第一位的 其次是儿女 最后才是家人 人的一生很漫长 那陪我们走完这一生的 只有你的妻子 在整个家庭中 妻子不应只有家庭决定的执行者 同时她也应有话语权 这才是一家人 三位老师都给出了意见和建议 很明显三位老师觉得 这段婚姻命不该绝 很明显你们都希望他们 能好好地过日子 当然 鞋合不合脚 只有脚知道 该是选择的时候了 在你们右手边有个红色的按钮 如果你们选择和对面的人一起 有信心跟他携手往前走 建立起幸福的家庭 那么当我倒数完五个树 请拍下右边的按钮 如果觉得不行 五个树之后起身 离开 两种选择 五秒钟时间考虑 两种人生态度 两位 请转身 三位老师都给出了意见和建议 很明显 三位老师觉得这段婚姻 命不该绝 很明显 你们都希望他们能好好地过日子 当然 鞋合不合脚 只有脚知道 该是选择的时候了 在你们右手边有个红色的按钮 如果你们选择和对面的人一起 有信心跟他携手往前走 建立起幸福的家庭 那么当我倒数完五个树 请拍下右边的按钮 如果觉得不行 五个树之后 起身 离开 两种选择 五秒钟时间考虑 两种人生态度 两位 请转身 五 四 三 二 一 请选择 盈盈在犹豫 盈盈 你的选择是什么 不是 那个盈盈 解 解错了 行吗 你看地都转了 你就再给我第一个机会行吗 我知道咱之前有矛盾 咱今天不是来化解矛盾了吗 我之前确实欠考虑 我今天在这儿给你赔不是了 真的 盈盈 都是我的问题 你再给我第一次机会吗 远方的远方 什么样 反乱一下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在我们以后的关系里面 我会得到英语的尊重吗 媳妇 相信我 我永远爱你 远方的远方 什么样 也许你含着眼泪一直在路上 就算孤单彷徨 远方的远方到底是什么呢 这首歌我们听了无数遍了 四位怎么看对于这个事 家人之间的沟通呢 首先要以情动人 千万不要以礼服人 曹老师 因最后那一声切切的需求 让我明白了 在不平等的关系里面 强者要自由 弱者要平等 但实际上关系里面 只有两种相互体谅的普通人 王远老师 就像电视剧的大结局一样 互相理解才能解心结 崔老师 哎呀太难了这一对夫妻 怎么在一起就那么难呢 又或者 南方家里没有拆监管 又或者 女方家里没有那个陪嫁房呢 他们会不会有不一样的结局啊 实际上没有如果 也没有假设 也没有货者 自己的路就必须幸福地 努力地向前地 积极地走下去 也没有